开箱 这两个都是小虫草堂家的快递 这个主要是在直播间 它不是每天可以抢券吗 然后呢 抽到了那个10块钱的券之后 它只能在直播间用 但是呢 又不知道去谁家用 想来想去就去了小虫家 因为他们家有9块9 包有的捕蚓草 还有瓶子草的种子 还有毛高菜 但是毛高菜我有很多了 所以最后就买了一个种子 还有一个捕蚓草 随机的 但是 谁让我有三个号呢 还有三个 捕蚓草在路上 其实最开始我根本就 不知道这个 因为我很少看直播 然后是送我小兔子的那个 小朋友 他告诉我的 所以呢 第一个捕蚓草也是他买给我 诶 瓶子草 我的天哪 居然还有 喝土 然后很尴尬的是 他在这个上面 写的我的名字是 东仔 然后今天这个顺风就没有打电话 直接把他丢菜鸟驿站了 导致工具人在菜鸟驿站 射死了 因为每次拿快递 人家都要问名字 好了 快递我都开出来了 这个是红瓶子草的种子 一共有15颗 但是我刚刚缠了一下才知道 瓶子草 播种的话要先春花 所以我还得在冰箱里放几个月 然后这个随机一个的补虫颈 它有发了两个 一个大的一个小的 然后我自己的补虫颈已经又分盆了 现在这里是满满三大盆 这是其中的一盆 然后这里是第二盆 这个晒成粉红色了 这个灯样还不错 然后这里是第三盆 这颗真的是超级无敌大 已经有我手掌大了 占据了这个盆的半壁江山 我现在打算再开一个盆 因为我又在小虫家 耗了三个 后面如果再有那种 十块钱的大红帽 九块钱也行 因为它现在补虫颈只要九块七了 所以师傅的话是七毛钱 搞一颗补虫颈 我觉得还是非常划算的 好可怜 逮着一家的羊毛死命的好 不过还有一点就是 因为我对补虫颈的品种 就无所谓 我不是很在意 可能是因为我已经有很多补虫颈了 但是我都不认识它们 除了这个艾斯 这个静腾 然后其他我也不知道谁是谁 但是呢 在我看来 它们只要可以吃虫子 就是好补虫颈 所以吧 随机的这种 还不要钱 免费的 随机的 特别的对我的胃口 这个好羊毛的方法都告诉你们了 也没几天了 因为我也是才知道的 然后让我们一起去 把它们家羊毛发光吧 好 好 好了